剛才是中間水路有一間鹹賣菜葉蛋的飲料店 現在它的菜葉蛋生理比飲料好很多 老闆表示 它的菜葉蛋是用十幾種的中藥跟碰料 連接控四天才完成 非常費工 那個要經過四天的熬煮 中間的火猴的控制 然後不能讓它那個 讓獵得太大 因為熬四天 它的臉很會影響它的口感和濃度 這間飲料店的老闆 當初是因為飲料企業的派談 所以才會創作出口感激素的茶葉蛋 開發新商品很加稀釋 雖然它的茶葉蛋生理很好 但是因為政府一天 理順也不太大 飲料市場已經飽了 它創一些新的市場出來 而且這一顆茶葉蛋 它如果太聰明的人是做不出來的 因為它的過程太煎熬 然後它的付出跟得到不成政府 中施給這裡的茶葉蛋 在旁路建立名車之後 跟蔡英的外公 到處六條股買 並且吃好大小步 還介紹給總統府的秘書警員拼賞 那是從LVB開始的 然後朋友吃好吃 開始在LVB上面 就講到後來就延續到 監察院總統府那一邊去 監察院吃好吃 介紹給總統府 剛開始是覺得被騙了 想說一顆茶葉蛋而已 他們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興趣 然後還重複訂了幾次 這行詠心製作的茶葉蛋 不能夠跟胖國Q 而且越變越好吃 就是它的那個茶香非常的重 就是跟一般在便利操商買的茶葉蛋不太一樣 對 所以說 而且它的蛋黃也不會讓你覺得說很膩 就是一個人應該可以吃兩顆沒有問題 這間飲料店的茶葉蛋 一顆不十一塊 因為餐料不多 如果要大塊購買 要先用蟒肉餐 一個月後才能拿到火 記者以明尾 炒王報道